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的作者是国内非常知名的经济学者 袁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的董事长及院长 梁国元 梁董事长 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在 因为我主持财经启床号这个节目呢 其实已经14年多了 这样连续每一天每一天关心财经的讯息 它都会有每一天片段式的 然后碎片式的资讯 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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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累积 你说没有累积前进是有的 可是呢它问题最大的就是它缺乏系统性 我觉得今天呢 这本书让我阅读之后呢 有很多事情就会有一些 对台湾经济相对系统性的一些看法 在我们现场的就这本书的作者梁国元 梁董事长 董事长早 主持人风行小姐早 全国的听众大家早 其实董事长一直都会写很多的评论文章 也会写社论 就不知道讲在哪家报社了 这样好 就是对于台湾的经济不断不断不断会有建言 可是因为每一篇的专栏文章也好 社论也好 它其实都有字数的限定 你就必须只能够小 我常讲说 其实在媒体的文章跟人沟通的时候 必须要小题大做 就是一个小的题目 努力的把它说明清楚 但是它常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可能见树不见灵 就是你要整体性的把树林发生了什么问题 看清楚的话 它就必须要一系列的看清楚它 这就是你把这些文章重新修饰 集结成书的原因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事实上就是说 因为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是在现在国发会的前身 国发会前身是金建会 金建会的前身叫做金社会 你在金和会 我在我就是刚刚在金和会改制成金社会的时候 进去服务的 OK 然后 我心里就在想说 我跑过金建会 怎么没有碰过梁董事长 我在金社会的时候 我太后面了 对对对 我比较自身一点 然后呢 因为那个年代呢 我看到的是台湾事实上是 环境事实上是 内在外在的这个环境都不好 但是台湾呢 其实是内外交迫 对有一股就是说 那个有个期待 就是说想把台湾翻转 特别是经济方面想要翻转它 那我后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我上过那个经济发展的课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 这个1970年代的这个教科书呢 那如果说选这个 好的这个经济指标的话呢 台湾呢 几几乎都是名列签 我们几乎就是模范 对是模范 因为当时的确是 那个美媛的一个模范生 那所以就是说 我感触非常的深 就是说 那么原来有那么样一个 就是说 ambition 就是有那么一个 企图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似乎就是说 好像是措手 就毫无办法可以解决的 这样的一种局面 所以我就一直想写这本书 但是我书是写了很多本了 但是我一直不敢写台湾经济的书 反而不敢 因为我那个序里面 我想说这个有点尽相情缺 其实不止尽相情缺 我觉得就是说 我必须要真的有了解我才敢写 那后来我这一次 我真的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不写不行的 那因为就是说 必须要让他 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 台湾经济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样子 然后我们有没有办法翻转它 所以你看我那个标题呢 事实上是正面的 我的倦意是这个 就是要让大家认清台湾经济 我说这个解读 这个经济数据的忙于忙 正确的解读 因为经济数据 我们其实看到的 都是那种大的平均数字 太大的平均数字 它常常会掩盖很多的问题 对 这个平均数的这个问题很有趣 有一个卡通的漫画 他说有一个人到了一个西边 他想要跨过那个西边 那平均的这个 譬如说这个西的这个深度 譬如说这个一公尺好了 这个人是可以跨过去的 平均是一公尺 但是他没有想到 就是说他中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挖下 壕钩 壕下去的那个地方 结果那个是超过这个两三公尺的 对啊 那个水浅的地方只有30公分 深的地方两公尺 那你如果这样子贸然说 平均一公尺 然后就贸然的涉水的话 对不起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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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深深深到 你就 如果不会游泳的话 那就那就淹死了 是是是 所以我券二的时候 也想提醒 就是说大家 非常关心的这个 劳动跟这个 所得分配的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我券三 我是用非常正面的一个 那个 那个title 那个标题来写的 说重现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我觉得台湾 事实上还有机会翻转 还可以翻转的 那我觉得就说 这个地方可能要有这个 对的这个态度跟对的方法 这里面的 既然讲对的态度跟方法 它就不纯粹只是 政府政策的问题 它其实是包括了 因为如果我们看了 前面的很多的问题 它里面牵涉到了 人才培育 当然就牵涉到了 教育的问题 其实甚至于牵涉到 我们家长的态度 然后呢 然后因此我们能够 培育什么样子的下一代 其实这都是关键 那更不要讲企业界 都必须要有 很大的翻转的心态 我们就先从 台湾的经济 到底面临了 什么样子的问题 整体来说 我们当然是 前有狼 后有虎 就是我们夹击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里面 其实你也提到说 全球的贸易衰退 对台湾的冲击 就是特别的严重 就如果说贸易衰退 是5%的话 我们衰退的幅度 是远远超过 为什么 这里面其实跟台湾的 经济结构是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那书中有提到 全球也有全球的结构问题 比如说人口老化的问题 还有他投资不振的问题 等等之类的 就前阵子的生产过剩 对 然后其实台湾也有台湾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在用字 在形容这个全球经济 跟台湾经济的时候 事实上是重的 你看看这个 大家在形容全球经济的时候 金融海啸之后 第一个就是说提出一个 现在大家都还记得的 一个名字 就PIMCO 太平洋资产公司提出来的 他讲说这个叫做 New Normal 新品 新常态 然后这个提出来之后 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Lawrence Sommer 桑莫斯 他就提一个 比较学术性的名词 他叫做Secure Stagnation 就是说长期停滞 长期停滞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 Christine Lagarde 就是IMF的总裁 他提出了那个新品用 New Mediocre 后来今年1月 这个叫做Lubini 他提出了所谓的 New Abnormal 这样的一个名词 就是新非常态 但这几个名词 其实都在指一个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在台湾也发生 他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他说我们每孤一次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潜在经济成长率 往下拉 虽然潜在经济成长率已经往下拉了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又比这个潜在经济成长率还要低 所以就说全球有全球的结构问题 那么回到台湾 台湾当然有很深的这个结构问题 这个结构问题 其实从这个GDP的这个组成分子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可能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这个电子业的这个部分好了 电子业的部分 我们讲电子业的部分 电子业的这个结构问题 第一个 它碰到了是一个红色供应链的这个压力 竞争压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自己在这个新的ICT生态体系 所处的位置呢 不对 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红色供应链的竞争压力 非常熟悉 因为你就很容易看到说 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联发科 对岸就有一个展讯啊 你就会感受到那个竞争压力 它是很清楚的 可是刚刚这个梁董事长所提到的 台湾现在在ICT 就资通讯产业当中 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可是我们在这个产业里头呢 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很旧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呢 它几乎没有办法引领生态发展 对于新的ICT产业里头的生态环境 已经结构性的大幅度的改变 而我们在这里面没有最重要的领头产业 对这个就是刚刚凤星所讲的 我们在这个内容与应用的这个提供商 这个层面呢 我们是非常的弱的 我们举个例子 内容跟应用 所谓的这个层 这个英文讲layer 这个layer里面呢 就是在讲这个社群网站 搜寻引擎的 那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Facebook 像Google 像Amazon 这一类的公司 在台湾根本就没有 不要讲说完全没有 我们其实也有博客来 就是它的影响力跟规模 都不足以支撑一个生态圈 对对对 然后再下来 其实我觉得 我常常这个对外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红色供应链 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 统计数字也表达出来了 那当然这有一大 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中国大陆在做进口替代 其实中国大陆的压力呢 最值得台湾警惕呢 不是现在的这样的问题 是未来的这个问题 那所谓的这个未来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这个价值链的 这个完整性 这一点也是我在看 梁董事长的书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讲红色供应链的压力 那我们都用一种消极去阻挡的心态 去面对红色供应链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现在中国大陆的进口替代政策 就是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政策呢 它除了有政府的权力扶植之外 很重要的是跨国企业努力的要涌入中国大陆 去建立红色供应链 这是你台湾阻挡不了的 因为这些跨国企业呢 它的那个研发能力也好 或者它的这个创新能力也好 都是你台湾远远不及的啊 你主导也是没有用的啊 这部分才是真正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个整个价值链的完整 也就是说它涵盖了这个R&D 这个产品发展 采购制造行销物流跟服务了 这个是完整的 然后这个完整的这个建制呢 大概发生的时间呢 差不多是2011年到2015年 就在这刚好过去这四五年 然后刚刚这个风信小姐讲的 就我们也被这个跨国企业边缘化 对 跨国企业都不来 这边缘化呢 那然后还有就是说跨国企业呢 现在到大陆去设这个研发中心呢 它也在做直变哦 嗯 它在做直变的 你回想到它的整个的这个变化过程呢 它第一个最早的时候呢 它到大陆去设研发中心呢 它是成本驱动的 它要利用它的这个地链的这个劳力 劳力 工资 甚至于研发人才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它因为它市场庞大了 它开始做这种市场驱动性的 这样的一个研发中心 现在它看到了 它是有研发能量的 嗯 所以它开始在设这种 知识驱动性的这种研发中心 嗯 那我们回想一下 这个其实跟这个可以从这个大学的这个全球大学的这个排名就可以看出端倪 这一点哦 放心的驱动力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跟大学的排名实在息息相关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你就可以看出端 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洲学书早起读出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金融研训院所出版的翻转吧 台湾经济 在我们现场的是原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纪院长梁国元梁董事长 同时我们刚刚提到说台湾现在的面临的 那全球全球的经济病 而且这个全球经济病的结构会让台湾的经济问题其实是更深的 更严重的因为全球的这个问题比就使得台湾 因为台湾刚好面临到全球的新平庸也好 或者是新常态也好 其结果就是大家投资减少 那投资减少这件事情会使得全球贸易衰退的更严重 而台湾在我们全球的那个经济结构呢 刚好是处于中间财的这个部分呢 就会更使得我们的贸易衰退更严重 那台湾的经济结构问题就会变得更严重 而要解决问题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把它转为知识驱动 好 那问题来了 知识驱动啊 现在必须要往更高阶更高阶更高阶的知识人力去走 这不只是21世纪的机器人问题 很重要的是即便在20世纪初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跟美国你去比较 就会发现知识就是大学的那个学术力 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 梁董事长 对 所以我那个地方我还做了一个对照表 对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学排名 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排名的这个比较 那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台大呢 只有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科技大学 在合肥的那个中国科技大学是同样列70名 但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台大的这个排名又往下掉了 那能2015年能列入这个全这个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200名前200名的呢 我们只有这个台大跟这个新竹的这个清华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刚刚这个主持人刚刚讲的问题 台湾现在其实就是说 我书上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劳动力 事实上是非常的可怜的 因为我们是在穷忙 所以我们变成是用劳力在赚钱 所以我在里面就讲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思维呢 必须要赶快就说 我们不要再用这个劳力在赚钱 我们要这个转移到这个用脑力来赚钱 那用这个脑力来赚钱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说我在书中 这个是我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呢 开始有的一个体认 我以前也是认为就是说 反正你学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忆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职场呢 这个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我们过去传统观念 就是有一记在身 终身受用无求 对不起 现在一记已经不够用了 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呢 变得非常的复杂 而且这个变化非常快 速度很快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调试 那这个调试的这个能力呢 其实我非常赞同 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从这个人文教育着手的 因为这个一般人呢 常常把这个人文教育呢 认为就是说 他在教我们这个修身养性 何况我们的老师也未必能够完全达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要求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大家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族群 你们千万不要就是说 忽略掉这个人文教育这一块 因为人文教育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层面呢 一个就是在教你怎么写 一个是在教你怎么表达 口语表达 那你要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沟通能力 对 沟通能力 那写你一定要把它组织化 把它变成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 系统性的沟通能力 那个形式表达出来 那口语呢 是更加的困难 你必须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呢 必须要把那些这个你想讲的这个东西呢 把它表达出来 口语是更要抓重点 对 而且你看一看就是说 你如果要跨航的话呢 其实这个口语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是我在书中呢 这个非常强调的这个一点 那所以我就讲说这个 说不定我们不要再那么样的一个刺猬了 因为刺猬只有一招了 所以刺猬就是不断的防御 对不对 他就是他 比如说他碰到这种 这种权劣的 这个智力比较低等的这种 权劣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身体把他卷起来的时候呢 他会下走那个智力比较低等的那个权劣的 那狐狸呢 狐狸是他跑跳爬转 他什么都来 但是他在碰到这个智力比较低等的这个动物的时候呢 他不一定完全能够逃脱 他可能只能逃这个80%的这个几率 可以这个逃脱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这样的状况 但是你回想一下就说这个 他如果碰到人类这种高等智力的这种动物的时候呢 他比较容易 那个刺猬铁定是全输的 那狐狸呢 还有这个成功的这种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清楚的认知 台湾现在的经济已经到了 我们必须面对的 全部都是高度竞争的环境了 对对对 就是高等智力的社会了 我们不可能再靠以前的一招走天下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了 这一点就是我现在 有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在提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的时候呢 我也会很担心过度的强调的时候呢 好像只要学了一技之长 就可以终身受用这个观念 我们还是升职人心 但我现在很清楚知道他已经不够用了 而且非常的不够用 他就必须要终身学习 不断转变学习 不断转变学习 而且可能在学习期间 他就必须是一种 不管讲梯形的学习 或者拍形的学习 就是你要有一种专场 然后有杂学的各式各样的能力 或是两种专场 加上杂学的能力 就那个核心加卫心的能力 我这样讲 我有时候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头想说会给大家太大压力 可是又清楚的知道说21世纪 这个时代已经来了 是 这个我顺着这个凤琴小姐刚刚讲的话讲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经济政策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说从经济理论去出发的 对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书中有提到了一点 提到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你 这个很可能是发生这种叫做观念陷阱的问题 这所谓的这种观念陷阱 就是说你的这个出发的那个观念是错的 于是你弄出来的那个策略也错了 于是结果也错 然后又回来 然后在那边这个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状况 那所以就说 我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经济理论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反过来讲 你如果有好的这个经济理论 好的这个观念的话 说不定那个整个的那个 那个过程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问题就是说 经济学家呢 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执行面 他非常侧重在这个 这个理论架构的完美性 然后而且这个 这个policy design 就是政策设计的那个那个构面 他非常的这个重视 但是他比较不重视这个执行面 所以这个执行面呢 其实也就是说 这整个的这个政府团队呢 他必须要有人呢 去把这个设计出来的东西 跟这个执行面的这个东西 把它整合 然后那个那个人呢 他必须两个都懂 而且至少他要能够 跟执行面的人能沟通 对对对 能沟通的意思是说 我设计出来的政策 我到了跟业界沟通的时候 发现里面可能有些对 有些不对的时候 我要立刻能够有修正的空间 我不可以一意孤行下去 这其实那个 愿意走出办公室沟通的能力 以及愿意修正的能力 我觉得是现在政府机构里头 最缺缺的 那个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是这个预测成瘾了 对 那就是看到一个预测 然后报纸就报道了很多 那我自己实在教经济预测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瘾的这种程度 实在是太过分 其实这个从这个整个的这种策略的这种角度来看 是应该这样看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摩尔法则 摩尔法则 摩尔法则 摩尔定律 他说这个电晶 这个电晶体的体积 晶片的那个数目呢 这个每18个月会double 对 这样的一个预测 所以现在台积电已经要发展7奈米 就是这个摩尔定律 那摩尔定律 这个当这个摩尔讲出来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定律的时候呢 其实 有是不是很多人受惠 其实受惠的人不是很多 我们台积电是受惠者之一 美国受惠最大的是Intel 然后Microsoft也受惠很多 对微软 然后那个前面的那个 就是说不是 就是贾伯斯第一任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Apple 早期也是受惠的 就个人电脑 对 那你想想看 IBM就受害了 他就不相信摩尔定律 对 那你想想看这个 他事实上是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sequence 其实你看看 摩尔他讲出那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 那个事实上是一个预测 预测 对一般人的来讲呢 他从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他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 那是一个可能性 是一个机会罢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刚刚念的这几个机构呢 他们都会解读 他们会聪明运用这个预测 然后他解读说 这个对他们的公式 这个含义是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扩伤到这个国家 一个预测出来的时候 他对整个国家 是有什么样的含义 他应该会解读 解读之后呢 才能够有策略的这种形成 好 其实这个梁总长提到 他第二个章节里头 谈的是索德跟劳动市场的巨大变化 这里面去谈索德分配不均的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 现在索德分配不均的问题的根结点 是在什么地方 而且要了解到 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转变 是真的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可能真正面对未来 这就牵涉到 你要预测 你要看清楚现在的时事 预测正确的趋势 然后做出正确的因应 今天的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为大家介绍的是 台湾金融延续院所出版的翻转版 台湾经济 在我们现场是这本书的作者 袁大宝和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梁国元梁董事长梁博士 那现在的索德分配 在全世界都是严重的不均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他分配不均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通常都会引起革命跟战争 这是让全世界都非常惶恐 而战战兢兢的地方 可是这个分配不均的根源 我这边提一下 就是老师书里头提到 因为技术的进步 就使得这些中产阶级的工作都流失了 然后中产阶级向下流动 而不是向上 向知识型的这种工作往上去发展 而非典型的就业 更加的普遍就是往下流动 然后一些这种投资型的收入是增加的 然后可是结果政府的税收能力降低 所以使得它的福利重分配的能力反而减低 那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未来到底该怎么解决 这个刚刚奉兴小姐讲到一点 就是说当然非常简单的看就是 这种所谓的这种中产阶级 力行性的工作这一部分 他必须要往这个知识型的这种非力行工作这一边流动 因为力行性的工作 现在机器人都能取代了 不是只有取代劳工而已 他来你劳工而已 会计师律师都可以一部分的被取代 那讲到这个的话 这个又跟创新又连接在一起 那所谓的这种创新 我们事实上就说名词用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创新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不多 不同的创新是不同的结果的 那事实上这个照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一位 Christensen Christensen他所讲的 他所讲的这个创新的事实上是有三种的 他说第一种创新呢 叫做这个所谓的这种performance improving 就是性能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台湾很擅长 性能创这个台湾非常擅长 那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 你把这个汽油车变成油电车嘛 这个叫performance improving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 这个效率型的这种创新 这种台湾更擅长 这个效率型 这个是productivity的提升 生产力的提升 这生产力的提升呢 其实未必对就业是有利的 对 然后那个Christensen他所讲的 其实他说我们要做的是那种叫做market creating的那样的一个创新 创造一个新的市场 对那个市场创造的那个创新 那个你想想看这个你从这个PC的那个这个ICT这个电脑产业的这个发展 就可以看得到它最早是大电脑 然后这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台湾的未来 大家就仔细的看这本书去找到我们真正的未来